是15岁就出来做生意了 真的二三十万 一上来我就想搞个保时捷 很不背头了 账面的漏洞非常非常大 自己轰轰烈烈干了一年 给不了功能钱 给不了材料商钱 这个时候你重新起步 就跟打得鸡血一样了 今天收定金 明天收开工 后天收几块 不停地在收钱 那一个月 每天收不完的钱 这个生意逻辑 这很奇葩 是不是 这个女孩叫王华玲 她是海南一家装修公司的老板 效果图不出来 施工图不出来 她家间的啥呀 材料商把砖都送错了 打电话给你 你也不处理 都不用做了 她的装修公司 每年有七千万的业务体量 除了做装修 她还投资民宿 健身房 传媒公司 等多个实体板块 你很难想象 这个天天和工程上的人 打交道的女老板 仅仅是94年 今年29岁 我从初一的时候 就开始打暑假工 白天是在酒店前台 晚上是在印象剧场 后来又换到了一个 以前年轻人跳蹦地 就是外厂做服务员 还有卖清补粮啊 卖擦皮啊 做工厂里面的种流水线 还在学校里面卖零食 是高中 中专 我是女子学校 我学费都不用花钱 团是在学校挣的 那你不是15岁就说 做生意了 我是边工作边读书 前期都有存了钱 挣了二三十万 怎么一上来 就是装修公司 这么传统的一个行业 就刚好我以前的一个同事 他出去搞橱柜了 就想到了我 阴差阳做的 就开始接住这一行了 一开始就打电话 找客户 我是有一个技巧的 先看这个名单上面 有没有重复的名字 有就说明他买了很多套 再看他是不是 电话号码特别好 因为以前的报纸号 是很有钱的人才买的嘛 所以说就以这两个为分析 我先联系优质的客户 打电话不接了 我就发短信 发短信不接了 我就加 三部曲 就我自己有一套 自己的这种方式 也就慢慢地了解 这个行业了 我是在那个公司 待了两三个月 跟那个老板谈好的一些提成 没有兑现 我就直接自己出来开个公司 我是2014年的时候 开始创业 那时候我拿营业执照 回到家里的时候 大家都发懵 开了个公司啊 我说嗯 你做法人啊 法人要坐牢的 就这一种你知道吧 我们家没有做生意的人 整个家族里都没有 我那时候注册资金 啪 500万 想彰显公司实力嘛 我不懂注册多少 是要承担多少 法律责任我没有这个意思 那个注册公司说 你的监视是谁啊 我说监视是干嘛的 就你那时候听到这些词都 高级 对高级 我都膨胀了 还没有上去 我都感觉我就特牛X的 我有500万的公司 然后就去发布招人 当时有多少人 32个人 一开公司就32个人 一个月工作要发多少钱 那时候前台是一个月1200 助理是600 设计师也是1200 我们这个行业是靠提成的 靠绩效的 工资是不高的 你一个月要出多少天呢 一个月租金是6500块钱 218平方 然后再加上人员工资 水电费 杂机杂拔的 就是有7万这样子 你刚才说20万 一个月工资要开的有7万 第一次招人就30多个人 那你说装修费都不够 那这个 我们是第二个月发工资嘛 我们装修行业是先预付50%的收款 就是开工一个工地收50% 现金流是够开支的 明白 那其实你是贴着边走的 对 靠挪用那个工程现金流 来去养着公司 刚开始一上来我就想 搞个保时捷 做工程的人 大家不是经常开玩笑吗 东西要在外啊 其实还是有虚荣心的嘛 我觉得我要买车了 也没有钱你知道吧 只有2万块在手头上 订个高配100多万的 首付金额还蛮大的 就去办了很多的款 反正就冬错修臭 订了以后呢 就发朋友圈嘛 因为客户都加了 那这个第一单客户 是怎么成交的 第一个客户 他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 带着他女朋友 外加达的合伙人 在那个CBT 比较高级的那个写字楼里面 我就带着设计师过去 结果那个客户 叫了十多家公司吧 我一上去 一帮了人 一看 懵了 就在想 我要怎么样快速 让客户在这众动人中 记住我 首先先摸清楚 客户的关系 先分析一下 三个人 哪一个才是拍板的老板 跟对人说对话 然后我就把关注度 放在了他的合伙人身上 聊了以后 我们就回来做方案 设计师做出来了 我先发了个信息 我们公司地址是在这这这 你可以来我这里 我可以去你那里 又或者我可以去接你 我把各种各样的方式 都跟他讲了 就让他有多种选择 而不是你来还是不来 客户说快到的时候 我就一直站在电梯口 就这样子等着 我就一直等 绝对不会他 除了电梯看不到我的 他一打开电梯 我说李总你好 你怎么站到这里 我等你啊 就我有好多次 是因为我的礼貌礼节 打动了客户的 然后客户进来了以后呢 客人坐哪里 设计师坐哪里 有茶 有白开水 不温不热的 你看你要喝哪一种 把iPad准备好 图子怎么打开 然后就跟客户聊 聊到后面就说价格 因为那时候你刚开始做 你不可能一上来 你就卖高价嘛 只要有单子做 让团队先运作起来 不亏都行 我是这种心态 更何况我觉得 哇这客户好干大上 就做他们这个项目出来 就是个案例 我能在里面借更多 然后一下子钱了 这多万吧 又收了一笔钱 那你觉得你今天来看 你成交他的核心是什么 应该更多的是 客户要什么 你能不能给 不要一上来给他一通的 这个这个这个 我有什么渠道 我有怎么样 全是他不需要的 我觉得应该是用 靠谱靠谱来形容 了解 那其实是如何发现 客户需求的能力 对 然后90%的客户 都是我来谈的 明白 从粮房到设计到报价到签合同到开工到完工 全是我一对一在弄 所以我就会很累很累很累 这个经历了多长时间 将近两年吧 那时候是我对于财务这块不专业买单的一个过程 每天出的钱是迷迷茫茫的出 就好比工资该怎么算 我就是3000块钱乘以30天 来3000就给他发钱 就跟开小卖部买卖交易一样 16年年底要清算的时候才发现 账面的漏洞非常非常大 比如说你公司开支 你挪了工地50万过去 你全部去开支了 你工地根本没有挣到那么多钱 还有一些是做工地 垫了支 尾款没有拿到 你到年底了 工地也停工了 等于你已经彻彻顶顶的停止了你的收入 但是你的支出才是大的点开始来了 对 每个月那个车贷要还一万八 还有租金 还有工资 又刚好临近过年 工人跟材料商都要钱 你根本不知道 自己的那个洞是有多大 那缺了多少钱 上百万 对于当时而言 一百万那就是添加 你唯一的办法就是 找钱 借钱 去找家里的姐姐啊 哥哥 反正就是全家出洞 然后就带着老爸 去银行办卡 老爸就得拎着老妈 要夫妻啊什么的 又想到那种什么小 他们就要什么 中介费 违约金 利息 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条条框框吧 我是借了很多个 然后还不够 又找了办卡的 他骗我说 办二十万的额度 让我给一万块的中介费 其实我们明白那些金融 都是在怎么操作的 给自己埋下很多很多很多雷 有一段时间我是从每个月的一号到三十一号 起码里面有二十三天是不断的要还各种各样的 我有时候都不记得这个到底是还多少钱 那个是还多少钱 然后呢 这个利息是多少 什么都不懂 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种小 就全部一笼通 就把钱先搞过来 先去解决 后面实在是窟窿越来越多的时候 我就直接跟那个工人说 我说 好累啊 也撑不住了 然后有一天还把车给撞了 出了一下小车祸 人就瞬间情绪就崩了 情绪崩了以后 我就自己一个人到海边去 就在留言板上说 我想跟大海说说话嘛 就是感觉 就你知道吧 你想卖车吧 你卖的车都不够你还 你可能靠着它 你还能再跌点钱 家里呢 没有体质 自己呢 已经发不出工资 给不了工人钱 给不了材料上钱 就感觉 自己轰轰烈烈干了一年 所有人都说 万华林真好 你真牛 就你已经被捧得很高很高了 实际上就很大很大的压力 然后乌漏偏逢 连夜雨 我在过年的时候 有一天来到公司的时候 电脑全部被偷了 连iPad也偷了 看监控呢 看不出来是谁 那门锁是好的 那肯定就是内部员工了 就我第一次发现 还有员工能够去投东西的 就用在现在 我都理解不了 我不知道 为什么我会招一个人这样 反正一进去以后 电脑全部没了 我实在是拿不出钱来了 我又把车二次抵押 那是最后一个生命稻草钱 就是我不能再把这一分钱给花出去 也不能拿来还债 我必须要拿来作为我的启动资金 你在你最难的时候 不是说你把你传身价给掏完了 你就可以解决事的 你一定要留最后一张牌 然后我就把那个场地给撤了 发布到我同身上去造租 8000块钱 我成本是6500 我是想着说 我多出来的这个差价 我去租一个房 拿来做工作室 租出去了以后 我就是要不三吗 我是不是又有了一笔钱 我把这个场地租出去了 他给了我4万块钱 5840吗 我一下子有了4万块 就开始懂得了金钱的这种 这种的 玄妙 对 然后我就找了一个地方 3000块钱一个月 有个别墅 带院子 就约扣在那里谈 你的没有员工的 你能设计 留了两个 一个设计 一个画图 什么要留 然后我就去找 住房的时候 认识的物业老总 他说我这里有好多业主 都是要装修的 在别墅村里面 他给我介绍了一个客户了以后 我是用了超低价 因为对于我来说 现金流才是能推进我 生存的阶段 我不赚钱 我也要做你的单 我收完一笔 我能还掉一点点债 你只要拧住这个水龙头 不要出钱 金钱 搞业务 搞业务 天大的事都不要管他先 然后跟那个业主 在整个谈的过程中 我就把那个单子拿下了 那时候他是70多万的单吧 那客户拿了20万的现金 崩 翻过来 哇靠 这个行业的好处 你知道吧 这个行业不像 比如餐饮啊什么的 客户进来吃饭 也就一桌1000块钱 都很难 但是装修行业 它就是有这么个好处 所以你知道我又爱它 又恨它 就是这个原因 然后20万里面我拿了5万给了介绍人 他懵了 他简直就跟打的鸡血一样了 只要是有客户就赶紧给我介绍 拉着客户到那里去找我 你在不在啊 我带客户来了 因为他的角色让我开始有意识到 哇原来渠道介绍来的单更好成交 然后我在里面干了八九套 我一下子又资金流又干起来了 这个时候你重新起步 跟三年前的那个你发生什么变化 我开始有意识的觉得 我自己一个人去赚钱 它真的是时间是有限的 我得找到更多的人去帮我挣钱 我从来不知道 原来全员都可以搞销售的 10月21号 我们是先开了个挤动会 然后大家就定了一个 从来没有想过的一个目标 1000多万的业绩 我们是分三个阶段 每个阶段签40单 就是120单嘛 在第一阶段是 那个市场部经理发力了 签了20多单 在公司里面啊 全是他的声音 整个市场部都被他打动 跟着打 等于干嘛呢 公司不分岗位 没有设计师 没有助理 全部都是电销 就员工的那种状态 已经满额了你知道吧 到最后100单的时候 突然间完成了 在整个行业就火起来了 那一个月 每天收不完的钱 今天收定金 年天收开工 后天收几款 不停地在收钱 相当于一下子干了一千多万 三千两千万 一个月二十一天的时间 而且是全新的团队 就这么干出来了 给我最大的感受 没有完成不了的事 那时候我就在想 身边还真要有几个 有点不一样的朋友 比如说有建设的 从样是创业的 我就报了个总裁班 然后我在18年的时候 我出去学习了股权啊 架构啊 重新梳理了一下商业 他这个应该怎么去做 后面我通过这个架构 做了一个集团公司 下面分几个板块 有酒店啊 有传媒公司啊 装修公司啊 设计公司啊 现在准备这几道一些 健身行业 整体的营收跟各个板块 整个集团的营收 大部分还是通过设计费 装修费跟施工 因为酒店是刚搞 预计也是要一两年 才能回本 然后其他板块的话 其实都是跟装修相关的 传媒公司也是为了 子公司去赋能 每一年这些整体 全部加起来 应该有七千多八千 大姐 下一个十年 我想为自己的生活 有一个新的安排 就不想再像以前那样 不断地忙具体的事物 学会着从管理的角度 跳为投资人的调筑 其实大部分的男生 对于做生意的女人 这个词汇里面 它是有很多很多想法的 比如说这个女的 肯定背后一层的男人 就是会对女老板 有很多这样的 偏见 偏见 但是对女企业家不会 所以说 这跟自己的输出也有关系 我们不是要做一个 做生意的女人 你要给自己的定位 就是你要做女企业家 其实聪明的女人 要有大智慧 不要小聪明 就有些东西 跟自己的思想有关系 跟自己的定位也有关系 如果人家报价七万块 你报六万块给他都可以 你贪啊 他不知道一百五十万这个事 那你们跟客户聊个空气啊 你这个谈单一开始引导 你室内设计不定 你这个地方有没有必要线交 有没有必要导出来 有没有必要做那么宽 那你不谈室内设计 你怎么去谈土建呢 我们不能被客户带着跑啊 你自己的工地你不知道啊 你们在干嘛 我是知道的 你到底是把自己定位成女士过来 祝我们友谊天长地久 还是说我要过来学习 我要的是你解决这个门 你现在赔我钱有什么用 店在哪里我把他嘴 轮了到他给我打电话吗 这个砖错了不是这款砖 材料商把砖都送错了 你们都干嘛去了都不用做了 真的是搞笑之急 你说要是不乐观一点呢 每天就这些次能把你弃牢来 你为什么这么乐观呢 因为悲观也解决不了事情 干装修得天天生气 女人老得快呀 你看咱越来越年轻 肯定是有原因的 咱说重点 漂不漂亮 肯定漂亮 眼神都不敢对视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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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